各位委員長 那個張主委我先請教你 因為我知道你也是高鐵的那個宮谷的董事代表嘛 是 那葉部長有沒有交代你 有沒有告訴你說在高鐵開董事會的時候 要去嚴格把關 是不是應該是說就漲價了不穩 希望能夠不要漲 而且要漲弧度不要那麼高 部長有沒有交代你這樣做 我們其實還有另外一席董事 不是我問你啦他有沒有交代你啦 他是透過幕僚 部長有沒有親切的跟你講 沒有 沒有 所以葉部長 葉部長 我請教一下 這代表說你根本對於高鐵的漲價 我覺得從公司治理的角度來講 公司的董事會最重要是 我直接跟董事長合作 你認為說公司的董事就是說 為了公司爭取暴力 爭取很多的利益為主 其他都不用管了 就沒有公益的性質嗎 沒有這個這個我跟歐董事長 在這方面有充分的這個 不是啊你不是說歐董事長啊 你今天連我們的公股的代表 公股的董事 在開口董事會的時候 你講說你今天你心中有人名 心中有為公益著想的話 你是要把我們這些公股董事都叫過來說 你們應該好好的去 在董事會裡面 要好好的去替民眾把關 我們這些公股董事長 沒有啊 所以你敢去想我們交通委員會 大家的決議 把委員會的決議當國長告別會去啊 我想我想就剛剛那個張 這個主委有提到了 事實上呢我們是有 第一個跟歐董有提 談過這個事情 你今天就我們今天就董事會裡面 我們為什麼要公股 我們為什麼要公股的董事 我們為什麼要公股的董事 為什麼要社公股董事 我想我想要很清楚啊 我一再的要強調 任何一個公司的董事會啊 以目前來講的話 是六席關股六席民股啊 大部分的公司董事會在討論的時候 是要充分的交換意見 而是能夠 不是 有沒有充分的交換 你看假裝我們有六席董事 都很認真的在董事會裡面 提出相當的一些數據 因為高鐵他沒有 他現在不是虧本 還有高鐵的營運出了哪些問題 不是漲價就能解決的 那你今天你身為主管 那你今天我們這些公股董事 都是你派的喔 你應該是要把他們這樣來說 你們應該替全民著想 應該怎麼樣去爭取 而不是算在公司的股東的利益 因為你高鐵跟一般公司不一樣耶 為什麼他的 他的那個匯率 他的票價 要送給你們核定 講一般民營機構的話 更不需要你核定啊 他幹嘛要你核定 他是一個公共事業 他要以公益為主啊 所以你今天 你有沒有盡力 就很明顯沒有啊 所以你的運算還要不要過 我真的是問你 你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你在這邊喔喔喔 你要爭取 你連自己的公股的董事的代表 你都沒有 沒有去 叮嚀 沒有去交代 沒有去告訴他們說 你們要去爭取 就沒有啊 我非常理解那個 委員對這個 從公益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但是我想呢喔 這個我們也充分的反應 我個人也願意從這個角度 但是呢我認為呢 我在這個上次交通委員會也提到呢 有一些平衡性的考量 從國家長遠的考慮來講的話啊 一個法治的這個精神的建立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也很重要 你假如說華治精神的話 當初 我認為呢政府呢 當初 中原雖然充分的溝通 但是呢 如果是呢 強力的 太過度的去操作 市場經濟的一些原則 市場對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是比較好 所以你不要 我跟你講你不要在那補充了啦 所以現在很明顯 連公益稅我們各位委員 真的 預算合法性啦齁 那個來 那個張主委在請教你喔 他請教你喔 你那個 因為我們國內的很多的會安齁 都是你們在負責的啦齁 那請教你 你本身你們今年度的預算 人事費用增加 可能有關於會安的訓練 卻減少 那你剛剛提到說 那個什麼什麼中心航空啊 或者是那個 單單華航 華航今年裡面 今年 他就有三起那個 那個灰安事件 你看 在灰到 要灰那個 胡志明市的時候 那傳出那個 那個有 那個燒焦味 也迫降了 甚至在美國 你在 你在那個美國 要灰往那個亞特蘭大降落的時候 那個翅膀啊 那個零件掉下來 去砸到人家的那個 名簧 砸到一個婦女 婦女的那個名簧 幸虧沒有砸死人 那出了這麼多的問題 那包括 包括中心航空公司 中心航空公司 你看看 中心航空公司 也出了多少事情 你看看 中心航空 他也 2013 209 也出了這麼多問題 那到底 你現在告訴我們 你現在告訴我們說 華航 華航我們也追過很多人檢舉 包括他的什麼 330的那個小巴士啊 什麼他的787啊 他的很多飛機有問題 你現在告訴我 也告訴國人 華航的拿幾種飛機 他危險性最大 對 我跟委員報告 飛機的安全性完全是 跟駕駛人員 人為的因素 機械的因素 天后的因素 是有密切的相關 那現在華航的這些事件 事實上有一些是跟 他的這個 我們當然事事的原因 不是人為的 這是機械 這是天氣 維修 天氣好 他當然要維修嘛 那可是你看看華航 華航出了這麼多 他在今年以內 已經出了5次 他出了5次 一次在美國 那個兩次在美國 還在上海機場 在桃園機場 那個被地面撞到 又他的貨艙 失火 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問題 那請問 請問 難道這些都是人為的嗎 還是機器的問題嗎 還是天后的問題嗎 還是維修的問題嗎 一年以內 就出了這麼多次 那這是什麼問題啊 人為的也很可怕 有一些是民航局的調查範圍 我們是發生重大飛航事故才是歸 那我們請民航局 我們請民航局的局長 呃 跟委員 委員好 跟委員報告 這幾個案子都屬於民航局的調查範圍 對 民航局已經發現華航的在機械的維修 各方面有比較做得不夠完善 正在強力追蹤中 因為他這幾個問題都大部分都是航機的維修的問題 因為這個都是喔 都是那個老天保佑啊 老天保佑沒有出大事啊 那這麼問題 那你在他整個維修裡面 那華航的飛機裡面 包括有很多的機員 包括很多的他們整個的駕駛 甚至他們裡面的員工 也經常來跟我們報 所以他有幾種款項的飛機 好 比如說那個他什麼空中巴士330 也曾經在在航行的衝突 那個引擎突然熄火 這個都很危險啊 他他什麼787的都很危險啊 那那那你們的話你們只說 哎呀他維修不好 我們要去要強要強制他那個 那你是不是應該做一些決定 就是說乾脆就是有危險的 你就禁止他回行了 呃這根委員報告 Airbus 330在民國99年 連續在11月12月發生三起 剛剛委員講的事件 我們當時中華航空公司就發生 發現這不是航空公司的維修 而是重大維修困難的問題 所以按照規定他馬上通報民航局 民航局就把這個部分 因為他是涉及到美國的製造廠 所以我們通知美國聯邦航空總署 跟G1公司 G1公司也發現這一類的飛機 都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隨即就換下一個引擎 讓他這兩個引擎 這個重新那個比較安全 不是啊 只是換上引擎 那你有沒有禁止說 這一類的灰氣不能灰 我跟委員順便報告一下 這個是第一線那個渦輪 引擎的第一線的渦輪發生的問題 所以G1公司已經重新在設計 目前所有這一型的飛機 全部都在監控當中 也目前從民國100年也沒有發生這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剛剛講的是說 飛機在什麼時候會要停飛 跟委員報告一下 第一個如果空中在飛機 在落地失事的時候 如果有重大聲響 或者是漏油 或者經過航空塔台的通報 我們回來馬上檢查同行機 然後再查世界紀錄 如果有類似的問題 立即停飛 跟委員做個簡單的 那現在目前330呢 目前330 你認為它安全嗎 目前330 還有它一部 還有它那個什麼 787還是 787還是 對 787的是不是也有問題呢 我們國籍沒有787的飛機 還是7 它是什麼 它77 華航的機師這個部分 我們知道了解 但是因為它的引擎的推力 跟它的重量 確實跟長榮的不一樣 但是我們目前監控的這兩年當中 並沒有發生問題 不過委員提醒我們回去再去 再去注意一下 目前我們的了解是OK的 那我請教一下 因為也有一些資深的那個 那個機師講 他說主要我們一般 為什麼玉山 為什麼我們揮揮那個 玉山的這個 那個直升機啊 通常都會 都會產生一個故障啊 他說是受你民航法的限制 你沒有辦法去買 那個適合的直升機 那你說那個 那個適合的高度啊 它已經超過 它那個那個直升機 VK117 它可能的負擔的範圍 那既然它的高度 跟它的氣候 沒有辦法讓VK117的這種直升機 來揮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 你 是不是我們就應該適度的 是從民航法裡面 要做一個適度的去改 你們有沒有說 我去修法 還是我去改 讓可以去讓一些航空公司 它可以去買一些 它適合的飛機來飛呢 我們都了解 BK117是四航的 那個 不過委員特別提的這個部分 我們買航空機也是航空公司的 本身的營運的一個model 然後我們根據它的一些標準 它完全是適合可以飛的 只是它有載重要做個限制 不過我們再去找業者 再去了解一下 對啊 因為他們的解釋 那個航空業者的解釋 那個業者的解釋是說 因為你受你的航空法的限制 他們沒辦法 因為你現在沒辦法 你現在整個預算 預算的去向觀察 觀察站裡面 它所有的 它幾乎所有的 那些補給物品啊 補給那個 都需要靠直升機在啊 那你假如說 你自己看 而且你同樣的 BK117的 你看歷年來他事故也很多啊 他也發生了 發生了這麼多事情啊 那難道像這種的話 你還是允許他再揮嗎 其實你看看 這一次死了三個人 你2009年的時候 那剛好增加死他生還 那甚至2008年的時候 也是受傷 包括他 以他這樣的一個出事的頻率來講的話 他出事的頻率也很高啊 那我再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是91年 97年 98年三件啊 那都是在飛航馬金門跟相關的地方 那那個性能這個數據的部分 這個BK117是完全符合的啊 那剛剛我在跟委員報告說 這個買飛機是業者的自行決定 但是後續我們再去了解一下 那我們法律 他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好 那最後部長 部長我再跟你講一下齁 你那個高鐵喔 假如不處理的話 我可以跟你講你的一算很難過 因為你根本很明顯 剛剛說你很不積極嘛 包括e-tech也是一樣 你那個利息為什麼給人家 還有他的收費的 會不會太高 對不對 你付給他的所需費有沒有太高 這些問題講你不解決的話喔 那我看喔 是不是你 你的那什麼特資會 還有交通部的績效獎金全部刪掉 我我我我覺得呢 就是我的意見應該在這邊已經充分的表達了 事實上三個面向 不是 你說我一定是誰 重量 你在什麼 我也講過 我也充分的跟高鐵公司繼續談 可是呢 我也要在這邊講呢 有的有些事情呢 我們事實上要從一個均衡的去看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政府啊 干預太多的 尤其是牽涉到一些合約法律的問題啊 介入太多的一個原來的經濟規則 我認為呢 這個長遠來講 我請問你啦 高鐵難道 高鐵難道政府介入的還不夠多嗎 已經介入 就是你該 你對他有利的時候 你都去幫助他介入 對他不見得多 我們不能介入太多 我們基本上 我們希望高鐵公司能夠有利 掌票下的時候 你說不要介入太多 我剛才我有常調過 你幫他介入的時候 你就介入很多 你幫他們有時候介入很多 你幫他們介入很多 我並不希望 我也跟歐董有充分表達過 我並不希望高鐵長 事實上是只有充分表達 我也充分把這個意見 你充分表達的話 你應該是 但是如果我強力的說 你絕對不准長 長得怎麼樣 然後我就要把你換掉 或什麼 我認為這是 我個人覺得 對我做一個部長來講 我覺得這是爛權 你今天 你今天不是 今天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派公股代表 公股代表是應該要 站在整個國家的利益 整個社會的公益 跟人民的利益著想 國家的利益來講 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從消費者的利益 當然是希望不要漲 從高鐵長遠的發展 從國家的利益來講 它是不是要漲 我覺得是有爭議的 是可以再繼續的討論的 我個人認為是這樣 那就明顯就很明顯就說 你連我們自己 一個公司的董事會 部長可以直接去指揮所有的董事 一個合約可以如此的 部長可以去說 這個合約不算 我們不要honor 我們不要去 我覺得這個國家長遠 經濟發展是好的嗎 你現在不是了 你國家長遠貨長的話 你今天是這樣 你進入人家 人家就說你是護航部長 你對財團你是護航到極點 你今天假設財團 對財團 對財團 我覺得如果從 對我做官最好的利益 我就是叫歐董不准漲價 從做官的角度來講 從做官的角度來講 我就是符合今天所有的 立委現在要怎麼做 你今天連我們的公股的代表 你連公股的代表 你都沒有招待他們說 你應該去民眾去爭取 你連自己公股的代表都沒有 但是代表你 你真的你也恭喜嗎 你有用力嗎 請我們的幕僚 跟關谷董事有說 什麼群民的幕僚 假如你有重視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要親自 把所有的公股董事叫來 給我表達你 表達你的決心 跟表達你的那個 謝謝委員 今天委員知道 好 接下來